性格或者说人格与患痴呆症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因为很多朋友总是在视频下方问 是不是爱生气的人容易患痴呆症啊 或者说是不是孤僻的人容易患痴呆症啊等等 目前关于人格和痴呆症之间的研究并不多 只有少数的几篇是关于大五人格跟痴呆症之间的关联的 这里首先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大五人格 这是一种人格的测试 那所谓的人格就是一个人在面对外部环境的时候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套应对方式 通常在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两到三年就会逐步的形成 而且很难改变 大家比较感兴趣自己的人格的话 现在网络上有大五人格测试 还有mbti的16型人格测试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人格 做的比较多的还是大五人格 它里面包括一个是开放性 开放性就是指一个人更加容易去探索新的东西 对未知事情的好奇心 还有就是尽责性 就是一个人是否喜欢按照计划做事情 还是喜欢漫无目的的 就是随心所欲的去做事情 还有就是外向性 一个人喜欢跟人沟通 还是说喜欢自己跟自己玩 还有就是亲和性 亲和性就是说是不是有同理心 是不是你会让别人觉得友好 还有就是神经质 这种神经质主要反映为对于一个事情 它的情感的波动 目前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的结论就是 一个人如果开放性足够高 静责性足够高 并且神经质比较低的话 那他就更不容易患痴呆症 那相反三个指标如果是反向走的 那就更容易患痴呆症 那我呢把它句话一下 也就是说一个中老年人 他如果很喜欢探索这个新事情 他对事情的安排的总是紧紧有条的 并且呢对于外界环境的变化 他情绪不会起大的波动 那这种人他不容易患痴呆症 这个研究结果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痴呆症现在比较明确的12个危险因素中 其中就包括社交孤立 那社交孤立如果在人格上反映的话 开放性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就是不太愿意探索外面的世界 12个危险因素中呢还包括抑郁 抑郁的话呢 它可能对应过来 神经质得分更高的人呢 抑郁会更容易发生一些 那有的朋友问 是不是一个人特别爱生气 就更容易患痴呆症 从大五人格去解释的话 特别容易生气 可能就是反映为比较神经质的一个人 因为他对于外界的变化 他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那就是符合这边的神经质得分比较高 更容易患痴呆症 最后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里面的人格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好与坏 每一种人格匹配不同的职业 或者不同的环境 它有着各自的作用 那譬如说像一个艺术家的话 他神经质得分更高一些的话 他可以创造出相对来说 更加有艺术张力的一些作品 话剧演员 他需要一下子把情绪带入到一个悲伤的角色 或者说一个颠款的角色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对职业的理解 来定义一个人格 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每一种人格都有他需要的情形 以及这个人格实际上 一旦形成了也很难改变 所以我们在后天上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还是从多方面入手 还包括像脑力锻炼 体力锻炼饮食的调控三高的控制 那这些都是能去做的 不要因为人格这个方面 得分可能偏向于痴呆症的风险 就感到沮丧 关键把三高问题和饮食给搞好 还是更加重要的 那当然日常闲暇去了解自己的人格 去了解一下自己人格的可能的缺点 怎么样去避免这些缺点 对自己造成的巨大伤害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好的 我们下期见 有什么喜欢听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拜拜